其實現在我正在坐的士 大家看到一路遠途的橋頂 就是將來Dark Green Line的橋頂來 Dark Green Line的延伸是駕空鐵路 似乎橋頂都起得七七八八了 起碼前面 所以預期2019年2020年 通車應該都很安全 沒問題 兩位做意的是坦克 抖出後來Dark Green Line的橋頂 還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曼谷的北面 我现在的位置由Mokchik的BTS站 大约坐十多分钟的的士渡的地方 在这里非常靠近曼谷其中一家最大的大学 是神社园 这个盘子的名字 大家看到后面的招牌 就是INU THE MOST 这个盘子在我们11月底 12月初的时候 在香港已经推出了 反应都非常理想 很多谢朋友的支持 今天就代买了的朋友亲自来南京 看看视察环境 也未来可能有新的单位加推 我希望可以介绍给大家 这个盘子的概念是一个学生宿舍的概念 所以整个报告都是很年轻人朋友的 无论配套设施 一个300米长的位置 他的会所设计等等 我相信是一个很不错的组织回报 那我们现在进去看看 一进来就是一个挺适合的客厅 房间和厨房是分开的 你会看到厨房这边的灯 设计为玻璃门 外面就是楼台 所以厅都会很光亮的 但它可以做一个级级的厨房 所以是一举两得 设计都蛮实际的 那睡房呢 其实就可以放两张单人床都可以 当然啦 你好一点就好像那些这样 放一张床两边下来 那里面就已经预留了空间 去放衣柜的 而这个衣柜呢 是在你们的买楼包装里面 依靠了的 那洗手间的设备就正常啦 不是说特别豪华 畢竟都是一分钱一分货 那绝对是good enough的啦 那厨房里面呢 其实整个空间面积都非常之大 那这个已经是一个dining room 也是一个不错的设备 那外面呢就是那个 这个露台啦 那就视乎你的流寻和状向啦 那原则上一广单位呢 都是可以看到池景的 那当然现在是示范单位啦 那你说的露台是特别大 就不是的 那但是仍然都是一个合理的空间 因为外面是一个很开洋的泳池景 那厨房看回出去 其实又可以在这边 又是一个dining room 又是一个study room 又是一个study room 不过在Elia the most 就不需要了 因为它的study room的配套呢 是非常之完善 明明就是大学生的天堂 Hello 现在呢 我是在Elia the most 的示范单位 那也是将来地盘的现场啦 那你见到呢 示范单位又不是很大的 不过将来的楼盘呢 就是一个非常之大的楼盘 因为它用一个300米长的 直到泳池 而且呢 有成1500多个单位 但出售价呢 就只是七万多泰铢开始的 那确实是一个 难怪是近平的其中一个 抢手的高租底卖款来的 那我们位置其实在哪呢 那我们现在位置呢 其实这个区域呢 就叫石渡石啦 那但是我们这个区呢 在石渡石里面 我们就叫石渡石区 那其实就是石渡石区的附近 那目前呢 就未有BTS到的 那BTS呢 那BTS呢 只是去到摩西雀总站 但是去到2019年 2020年呢 Dark Green Line呢 就会通车 那一些的架空轻轨铁路呢 就会由直接接駁到这里附近了 那由这里走过去呢 大约只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 那你见到啦 其实全条街呢 都是属于一个低密度式的住宅区来的 那附近都是一个很理想的环境 很理想的环境 那确实呢 就是比较适合人的居住的 如果你特别是不喜欢烦腰 那其实你说要出去抱呢 坦白说我想告诉你 这里出去拉帕很快 拉帕和一只渡石附近 叫岳岳角呢 其实有几多东西你都可以找到的 那所以其实大家需要担心 这个盘是没有人居住的 那绝对不是一个乡下的地方来的 那这个以这个模式 看完示范单位之后呢 我自己的感觉更加更加好 因为我自己觉得 四围环境呢 是很宜人空气 都没有曼谷市中心那么俗 那确实是一个 那附近亦都有 譬如好像Yulian 或者Superline 那他们其实也有多盘子 建了出来的了 那其实呢 绝对都是可以大家 去作为一个参考的 好 那Herry Chow 曼谷曼楼 123 Yulio de Mosque的现场示范呢 就在这里到这里为止了 先见到这个地方 我再来一下 去看里面 那太小三盎 我们下来一下 但是我们下来一下